另外中国国民党复理箱民众服务社 特别举办了110年度 年节过好年 爱心发放慰问金和春联赠送的活动 议长张俊和复理箱党部的主委黄霖兰 复理箱民众服务社分社理事长赖俊成等人 都到场来参加 中国国民党复理箱民众服务社举办110年 年节过好年 爱心发放慰问金以及春联赠与活动 张俊与复理箱党部黄霖兰主委 复理箱民众服务社理事长赖俊成 相当代表杜金摩 在复理箱民众服务社前广场 展开慰问金以及春联赠送的活动 我们党发联线党部 以及地方党部、复理箱党部 一起的一个爱心联盟的一个爱心慰问 那么也因为这样的一个很多的乡亲都来到这里 那接受我们这个互联盟大队的慰问 那我们也借此呢 春节快到了 所以我们请了三位书法大师 在这里来为我们辉考写春联 石牌村前村长以及雪田村的前村长 其他十村村长全员到齐 并与受住户一同来出行 现场共有四十多户的家庭前来领取慰问金 杜金摩、胡庆彪、李祥胜、蔡国昌等四位书法老师 也亲手书写春联当场制送给民众 提前祝大家新年快乐 新的一年祝福大家 心想事成 恭喜发财 布里乡党部主委黄琳琅说 随着新冠疫情的加温 要请大家提升防疫的措施 注意自身的健康管理 健康平安 欢喜的来迎接新春假节 记者高双双布里乡采访报道